大家都NK過了 很輕挑,很靠不住 覺得她做的事全部都是對的 臨開機前的三個星期 就要重新找個女主角的人選 很老實說,最初不是我們的首選 我這些一粒賊都不是 我天德個人理我了嗎? 你試機會吧 我的士嗎? 我窮就等死,是這樣嗎? 好,我搞清天德 很對不起 對不起,娘 為何你每次都令我這麼失望 最初跟編劇《中柱鋒》 談起紮露眉塵的故事 最主要是有一次她看到 她家附近有一些清潔工罷工 我們就開始談起 其實清潔工工作的性質 都挺有趣 就是不斷幫別人處理一些問題 清走一些問題 但她們自己本身的一些問題 又是誰幫她們清理呢? 我的角色就是Candy 在紮露眉塵裏面 我是一個單親媽媽 故事環境背景就是疫情 很多公司都倒閉 所以Candy就和她的生活 因為她帶著一個六、七歲的小朋友 這個就成為一個契機 她開始損工 她就遇上了故事裡的清潔公司的老闆 疫情前故事的結構 有點像是透過 都是有紮露這個角色 開一個蚊營的清潔公司的狀態 但後來遇到疫情之後 就發覺 我們自己都有很多 生活上的改變 有很多感受 突然間有很多生活習慣要調整 所以就覺得 不如我們把焦點改為 放在阿澤哥和她的工作夥伴 就是現在Candy的身上 你好像 現在我面風大雨大 所以什麼工作都穩住 我一個機會 哪次機會 試住三個工 說明 只有巨碼費 一工二百 好 沒問題 是一個比較內斂一點 不知道如何表達自己的情感 一個中年男人 如果是阿聰做這個角色 好像也挺有新鮮感 噴膏噴 一行 噴吧 第二行 我收拾好家屋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員工宿舍 臨開機前的三個星期 就要同身找個女主角的人選 後來亦都因為阿聰 就說 如果Candy的角色 她有一個人選可以建議 那就是Angela 老實說 最初不是我們的首選 第一次Casting的時候 Angela也給了我一個很深的印象 因為她自己穿了一些 她覺得角色形象很近似的衣著 很色彩 我們就好像可以找Angela再試一試 我對Candy的第一印象 就是社會上形容那種MK 很輕挑 很年輕 而且很依靠不住 大家都MK過 也有一段時間 是有那種特質的 她很挖強 不會承認自己的錯誤 覺得是環境的錯誤 又有一些走遮面的地方 我可以聯絡到 小時候會這樣做 真的買不起口罩嗎 差到600的一盒 我開工 你都是給200元 我小朋友不需要吃飯 我的準備工夫就是 在劇本中不停不停 然後去感受 感應身邊有沒有這種人 可能會拿到他們一些感覺 但可能最後還是回到每一個層次 跟對手的交流 或者大家都會覺得Candy是一個 很不正常或者很壞的人 看劇本的時候 我覺得他做的事全部都是對的 因為我處理的事情就是 Candy的價值觀 和他解決事情的方法 所以從我看來我覺得 那些東西是合理的 當然這個角色也是複雜的 你說他知不知道自己做錯 他當然知道 但到了一些臨界點 我們就會做出一些自我保護的行為 我覺得Candy就是這樣 相反 澤哥也是在經歷這個大環境 但他也可以靜身 他也可以保持一種簡單 單純去看待人的方法 我覺得他這是一種自處的方式 在這個很差的世界裏面 很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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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對不起 很對不起 為什麼 我覺得 澤路微塵 是一個挺成熟的故事 很善良的電影 在困難的一個環境裏面 有人是很有生命力的 在這些納粹裏面去繼續生活 兩個人對方有愛 就一定要變成愛情 很多這些必然 但現實生活不是這樣 現實生活是很多事發生 他未必A就跟著去B 他有很多變數 他讓你看到這個世界是怎樣 他有一種溫柔 有一種不批判的自由在裡面 製造到一個空間給我們看的時候 去看回我們自己的生活 可能是對於香港的社會狀態 就是可以回應一些事情 怎樣保持善良呢 的確是一個超大難題 善良不是奢侈的 但是傻這個字我覺得很好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傻一下呢 傻可能是令我們快樂一點的事情 可能我相信的就是人性本善 有些什麼你會覺得是對身邊人好 對這個世界好 其實去做就是 看了可能兩個小時 你會感受到他們的日與夜 生活就是要這樣走下去 我們都經歷一些困難或者開心 但是我們一直走下去 這個戲不是停留在那裡 你會覺得他們這兩個人 是會繼續生活下去 我覺得這個是他很棒的地方 我都很刻意透過這個故事 去跟觀眾說 不只是你一個 大家都會看到大家 我們 Uh Yeah 我們出現到你 天啊 你也一定會有狂皮